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得到不断的发展,但世界上还是存在着很多未知的领域以及未知的知识。 梦境就是其中的一个领域,关于梦境,便存在着许多奇怪神秘的事情。 例如托梦一说,在民间各种各样的信仰中,托梦是个很神秘又充满灵性的事情。 今天要讲的是一位画家朋友给我说的,不算故事,闲聊而已。 朋友是广东客家人,广东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他经常会听说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,身边的人也总会发生一些难以用科学解释的事。 这次讲的是他朋友的事,以他的说法,这个女孩是童子命,关于童子命,以后如果有机会,我们可以再写几个故事。 今天先不详谈,总之,这个女生是个无神论者,但从小到大,身上总会发生一些挑战他世界观的事。 女生今年很不顺,佛教说,人生八苦,生老病死,求不得,愿赠慧,爱离别,五阴盛。 短短一年的时间,女生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,爷爷和弟弟,弟弟是今年五月肺癌走的,从此以后,奇怪的是发生了。 女生几乎天天做梦,梦见弟弟来找他,这个弟弟生前和家里的关系不是很好,唯独和姐姐有话聊,女生分不清是梦还是什么,总之每晚都会和弟弟见面,最开始两人一起痛哭,说着要是早点发现治疗,也许结果不是这样。 渐渐的女生习惯了弟弟的到来,两人也像以前一样聊聊别的话题,弟弟说想要一辆车没有收到,想要钱花,家里人烧的也没有收到,甚至在梦里教起了女生怎样正确地烧纸钱,烧东西要写名字,没有名字收不到也最好不要分拆,弟弟说得很详细,因为据说收不到阳间亲人的钱,就必须要打工。 说到这里,我们也顺便说说,记组烧纸确实是有一套标准的流程,文中提到的不要分拆来烧,要写名字这点也是真有其事,包袱该怎样装书文如何写都是有讲究的,当然这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,有的人烧纸只是为了心安,可以忽略我以下的内容,但如果关注这点的,我还是建议可以去正规寺庙 或者倒灌代为焚烧,以确保亲人真的能够收到,自己记组也是可以的,只是也有很多注意事项,我们在这里不详说了,女生还描述了一些细节,比如下面人的眼睛是蓝色的,下面还有一座桥,要有行政才能过,他弟弟带着他才能过,朋友给我看了几张他们的聊天记录,都是这样碎片的画面, 说着一些女生本来完全不知道的信息,但也都好像都能找到事实依据,弟弟告诉他自己已经过了三关,马上要走第四关了,这个说法也是有依据的,人死后要过十三关才能转世 但是,关于十三关的说法有几种常见的,一种是土地庙,黄泉路,望香台,恶狗岭,金鸡山,野鬼村,迷魂殿,阴曹地府,封都城,十八层地狱,公养阁,鬼界宝,莲花台,黄魂崖,按照弟弟的说法,他接下来要过的就是第四关望香台,望香台上鬼仓黄望,眼睁睁泪两行, 妻儿老小小微就喝清,彭济记聚灵堂,望香台又称思乡灵,被传是亡魂最后一次向阳间亲人告别的地方,站在望香台回望一声,眺望故乡,这一世的缘分,即便再多不舍,到这里也要结束了,我猜测弟弟过了第四关,也许姐姐就再也梦不见了,梦见去世的亲人预示着什么,相信许多人都会梦到死去, 来到梦境中向自己交代事情,醒来之后还是觉得梦境相当真实,老人们都说这是死去亲人,还有未完成心愿前来托梦,想要在世后人替其完成,那么遇见去世的亲人,究竟预示着什么呢? 梦见去世的父亲,父亲可以说是一家之主,梦到去世的父亲又活过来了,这可能代表着在最近一段时间内,家庭成员会有不小的分歧与争执,如果梦到已故的父亲,交代你一些事情要记牢,并在现实中认真完成,这样会有不错的好事降临。 梦见去世的亲人,如果梦到已故的亲人 能够顺利得到,能够顺利地做成手上的工作,会迎来一些好消息,如果梦到已故的亲人,再哭,这是一种不好的兆头,这表示会有厄运来临,做很多事情都不顺利,想做的事情也会以失败告终。 如果梦到已故的亲人来到家中,这表示将会有好运降临,可以在无形之中化解一些小麻烦,梦到去参加已故亲人的葬礼,表示最近做的很多事情都会比较顺利,如果梦到把已故的亲人抱在怀里,还一直呼喊他的名字,这有着不太好的意思,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。 梦到去世的另一半,如果关在梦中见到去世的妻子,那么在现实中,可能会跟一位有着良好道德修养的女性结婚。 该名女性能够帮助该男性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成就,如果寡妇在梦中看到去世的丈夫,那么她仍然还会不忘初心,对丈夫的爱永远不会变,愿意自己孤独终老,也不愿意改嫁。 梦见去世的朋友朋友是在有困难的时候可以解囊相助的人,所以梦到去世的朋友,这可能表示在最近一段时间内,经济上会有不小的困难,很难满足物质上的需求。 总的来说,如果梦境的氛围是融合的,那么代表的寓意也是比较好的,一个的梦是一个人主观意识的表现,虽然也会有现实因素的影响,但还是自主意识的观念比较强。 梦到已故的亲人概率高,大家不必过于担心或害怕,一般梦到已故的亲人,一方面是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思念,另一方面也许是亲人在梦中指引着方向,给出一些暗示。 经常梦见死去的亲人,如果梦里是索取,需要是其要求进行针对性解决,在清明节来或中元节前,很多人说他们梦见了过世的亲人,要衣服啊,要钱之类的,这种梦呢,就是索取,有时候他们会在梦里表现得很惨,其实也是希望做梦人能帮他解决问题,遇到这样的情况,最好满足他们去祭祀一番。 如果有些过去的亲人,在梦里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,那就不能随意满足了,而且需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他,不该这样。 很多人经常梦到已故的亲人之后,会担心这不是好梦,并想办法去破解自己做的梦,这到底是喜是忧,其实并不用去深究,能够在梦里与已故的亲人相见,也算是留给自己的唯一念想。 毕竟有的人太过思念自己的亲人,想要在梦里相见,却并非能够如愿,你只要知道是者已已,活着的人要继续好好地活着才是,努力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,相信已故的亲人,也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好,比他们活得更加精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